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绘画上他特别注重两个题材 第一就是画码 第二就是选择当时社会性的重大议题 就像是上一次上一集我们为您介绍的梅杜莎之法 皇家卫队的骑兵军官是杰利科申品 他的第一幅沙龙作品 是他在对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 还有陈列在罗夫公的大师们的许多的作品 进行多次研究学习之后 所绘制的早期作品之一 这幅画 皇家卫队的骑兵军官 这个主题是杰利科从历史上汲取的素材 画面的气氛充满了战争的火药味 天空燃烧着战云 军官的战马在轰隆隆的炮火射击中 激动异常 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一名战场上骑着白马的军官 转过身来 激励他的部署向前进 身体与马用后脚站立的动作就形成一体 画面洋溢着紧张感 军官手握军刀 与前提提起欲直立的这个马 一起做冲锋陷阵的状态 军官虽以负伤浑身无力 但是他仍然要拿着武器 要向前冲刺 他的身体挺立 骑在以豹皮装饰的这个马鞍上 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他的目光望向远方 凝聚不动 流露出劳累失望的神奇 好像是希望仍然盼望着救援的人马能够到来 前方的战火云烟 不断地向这个骑兵军官的阵阵的逼来 为了这幅画 杰利科画了二十多幅的草图 在这些草图中 杰利科反复研究和变换着马的姿态 他甚至把一匹真的马迁进到画室里 不知道是否如一位画评家叫克莱梦他所说的 他是想要捕获马匹跳跃的动作 或者只是想把马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中 而在绘画的技巧上 他与新古典主义画派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不做过多或太多的精细的草稿 素描和局部的研究 而是由模特依照草图摆姿势 然后直接就画在画布上 杰利科曾经在法国百日战争期间 因为不满路易十八 这个部队倒戈投向纳破仑 而加入步兵 然后护驾国王逃往比利时的边界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扶过兵役 他亲身经历过战争 他不像当时一般新古典主义的画家 永远把拿破仑摆放在画面的中心 他却常常从激烈奋战的士兵身上 看到战争 那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殊死战斗 有时候是人仰马翻的 而背景都是滚滚的硝烟 他摒弃了新古典画家 对战争发动者的歌功颂德 他着重的是去描绘 人在战争的灾难中 被激发的这种战斗的本能 一种生存的顽强的意志 他更喜好 以战场上的失败者为主题 描写受伤的战士 从战场上退下 辅着伤口 惊魂普定 回头看看刚才九死一生的这种激战的战场 炮生隆隆 硝烟冲天 仿佛在那个一刹那之间 他质疑了战争存在的意义 无论是皇家卫队的骑兵军官 或者是梅杜莎之法等 他以非常细腻的手法 将澎湃的情感 归纳于画作之中 隐约 却深刻地表达出对社会 与人的关怀 杰利科 试图捕捉人间的不幸与人的无奈 见证了社会的变动 表现出 绝处求生的动人的精神 并且 以艺术替无法自行发生的人 留下很多的记录 杰利科摆脱了 新古典主义绘画的框架 开拓了十九世纪 法国绘画的新方向 更确立了 他在画坛上的 浪漫主义 起手的不朽地位 这一集 名画背后的小故事 皇家卫队的骑兵军官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 浪漫主义 名画家的作品与介绍 欢迎订阅 如你个人工作室 杰利科 与德拉科罗瓦系列的专辑 我们有详细的介绍 千万不要忘了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了按赞 谢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次再见